大陆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严重伪计正在接受调查 最近大陆多家媒体报道说 目前查实的刘志军贿赂金额为300万元人民币 虽然这个消息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大陆民众纷纷表示不相信 刘志军13日被宣布下台 但中共当局没有公布他伪计具体内容 媒体和民众对刘志军的贪腐内幕都在强烈关注 20日 中国多家媒体报道 目前刘志军案查实的贿赂金额约在300万元上下 他收取的回扣比例约在2.5% 至于工程回扣的总额目前正在核算中 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民众一片哗然 在网易上就有超过12万的网友参与讨论 有3000多条跟帖 网友表示不相信 一个部级官员才受贿300万 这不是在侮辱人民的智商吗 300万我们就不准 那不可能 现在是不是人家科技上都不准300万呢 那没几个想法 现在一般的聪明点都不信 低估到中国人的智商 我们村一千多人 那个村委习书记 他都不准这个数 他说做那么大的关注 真的是趁300万 是绝对的清瓜了 日本本人是不相信的 这么少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铁路计划建设包括8100英里长的高速铁路网 以及超过11000英里长的传统铁路 建设规模及建造成本估计达7500亿美元 其中仅建设高铁就要耗资3950亿美元 另外香港明报报道 有消息说 与刘志军关系密切的中国高铁建设主要负责人 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长张曙光 也被带走协助调查 估计与刘志军案有关 据透露 张曙光发期在美国洛杉矶有三处豪宅 在美国和瑞士有存款28亿美元 铁道部涉及到的金额之大 且作为刘志军的部下 竟有过百亿人民币的身家 而刘志军为什么才受贿300万呢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 有人担心刘志军可能一定程度上 牺牲了中国高铁的建设品质 据一位铁道部的知情人透露 中国一些高铁的水泥路机 没有用足化学硬化剂 这有可能导致高铁通车几年后 列车无法再保持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 报道还援引中国民生银行 2010年的一份报告说 中国的高铁网路在未来20年 可能都无法盈利 而到2020年时 中国铁道部的资产负债率将达到70% 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 刘志军可能已经将铁道部的债务规模 推高到了难以支撑的水准 到了现在为止 就是这个是不是导致高铁和中铁 境内外投资失败 盖子的完全揭开 这个暂时不好讲 因为它这么大 跟多一个腐败活动 不牵涉更上层是不可能的 我不相信刘志军本人能 就是决定一个高铁 这么大一个项目的腐败 刘志军受贿金额 是不是只有300万 在如此庞大的高铁投资资金下 是否隐藏着巨大的贪腐案件 是否涉及更高层的官员呢 外界都在密切关注 新唐人记者李庆 周平 特约记者林立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周平